歡迎收看加多熱誌 今天我跟各位聊的話題是居家航道的監控裝置 我們都知道幾年前阿瑪他們推出的Ring這個裝置 那除了電動功能它還可以全天後的錄影 還有遠端的對話 讓市區的治安獲得了改善 那這類產品現在也越來越多了 不過今天我跟各位介紹個新東西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它除了把這個所謂的Ring所做到的功能做到之外 它還多加一些東西 先聲明一下我不是替這家商品代言 那有一些內建的監控與照明的功能 我倒是想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外觀上這個就像是一顆燈泡 實際工作原理也是類似於燈泡 多的是內建鏡頭 還有一個麥克風 安裝你只要扭入家用的這個燈座就可以了 而且不用鑽動也不用拉弦 只要有燈座有操作 隨時都能用 非常方便 那這個偽裝層 燈泡的防盜裝置呢 它有這個很厲害的 日夜全彩加上人形追蹤攝影技術 在我觀點是覺得還蠻先進的喔 只要移動到哪裡 它就會跟拍 比這個Ring廣角鏡頭對準一個角度 還要厲害 再來一點 這個機器裡面可以插Micro SD Card 雖然它這個App 會它持續提醒你叫你買雲端服務 但以我過去一週以來使用的心得 我覺得卡片裡面影響已經很夠了 那花錢每個月去買這個雲端 是不值得的 這個燈泡它支援這個動態偵測 不但能夠上下左右跟拍移動中的人物 同時間也會透過App 發警報通知 裡面還可以設定 只要可疑人物 它靠近的時候呢 強光 還有警報就一起出來 白天我測試過 晚上實在很吵 那我直接關掉是以免騷擾這個左臨右舍 機器它內建的H264的雙向對話 所以你不單可以透過燈泡 聽到周邊的聲音 也可以和人家講話 白天的高晶全載畫質還不錯 紅外線和全載夜市 我也覺得可以 要說缺點呢 它的動態偵測防造裝置一樣 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 它就啟動了 那我說是真的 只要速在搖 草在搖 或者有時候連影子移動 它就開始錄影 我覺得 這有時候 比較 比較 我只覺得比較沒什麼意思 它會錄到一些很無聊的定點畫面 當然偶爾也會看到一些很好笑的畫面 對於生活這個增加一點樂趣 這個機器呢 它現在是真的很便宜 而且功能它不輸給這種動輒 數千或者上萬的這種高檔防造裝置 如果你不想在這個家裡面 酸動或拉線的話 我其實買這種 燈泡型的監測系統 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你不妨下次來試試看喔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 Hit like 然後請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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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光 感谢观看